花蓮市昨天晚上才有宠物美容店发生火灾 相隔不到500公尺的米粉汤店 今天中午又发生火警了 中午12点左右 公镇街上的知名米粉汤店发生火警 农烟密布 火势迅速的蔓延 至少是有6间的建筑受到波及 加上风势助长农烟 导致花蓮市区是一片雾蒙蒙的 而火势目前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米粉汤店的厨师 疑似是呛商已经送易